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常记正确的念法 如果像我这边这样断句 你念习惯的话 不管你发音怎么样 老外至少知道你的程度很好 因为你讲得快 讲得标准 也不一定那么厉害 那不一定是程度 那是种习惯 可是你断句断得好 就是你对句子结构 单字或词你了解 那是程度的一种展现 那第一句 trash words between generation makers led to son of them going out of business 所以这样断句一下 动词停一下 动词可以一个字念一下 trash words 价钱 价钱账 就是我们讲价格战 价格不是真的打仗 就比喻这个战争 无论 而不是真的作战 而是一种 一种斗争 竞争 价格战 价格战是什么意思 大家比价钱低 大家都喜欢买价钱 越低越好 价格战在这个 电视机的制造商 Maker 就做什么东西 就生产电视机的厂 叫价格战 比刹价钱 比便宜 累了 就导致 原型动词 是led 导致 它们其中有一些人 going out 就出去了 离开了这个行业 而business 就是生意 这个行业 一个价格战 也就是导致 最后价格 没办法 降不下去 会低于成本 没什么利润 有大的厂商 或者是 还有办法 价钱消低的 继续生存 打不下去的 价钱就变 相对比较高 就退出市场 也没人买 第二句就 问题多一点 The Prima Donner received outstanding elevation after the performers of the opera 这些单词比较多 像第一个叫词 一个字叫字 两个字叫词 Primadonna 这什么意思 两个字 就是当然一个意思 不管是英文字 或中文字 可能它的意思 它的字不止一个 就一个意思 字跟意思不一样 有时候一个字 就一个意思 有时候两个字 两三个字 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一个意思 有时候一个字 一个意思 有时候好几个字 一个意思 一个字 叫字 一个意思 好几个字 叫词 大约有人说 单词也是词 叫单词 这很乱 Primadonna 就是歌剧 女明星 首席明星 你看歌剧 一大堆女的 一大堆男的唱 其中女的 首席的歌剧 挂头牌的 领先 主唱的 Primadonna Primadonna 就是本来是Primadonna 主要的 Primadonna 就是 这本来是属女的意思 就是首席的女明星 像一个属女 就是挂头牌的这个女的 就在歌剧里面 就头牌的 歌剧名领 首席 名演员 你歌唱家 因为那个歌剧要唱 要有 Primadonna 接受的 Standing 有很多意思 站起来的 一个是经常性的 持久的 这边是站起来的意思 因为看 Adation Adation是什么喝彩 站起来喝彩鼓掌 唱到高潮的时候 或者结尾的时候 高潮的时候 倒不用站起来鼓掌 唱完后 站起来喝彩 接受 接受在家喝彩 Adation在什么之后 在这个结束 在这个歌剧 Aplus歌剧 在歌剧的表演结束之后 观众就是 在家喝彩 喝彩通常是对于首席的 The Primadonna Received a standing ovation After the performance At Apple Performance 也不是表演 本来是一种表现 也可以当表演 相对的词 看你怎么去讲 表演 作为 表现都可以 动词 Perform 就实施 实施 实施 出来的 做一个什么事情 出来的 就是一个表现 表演 20 years ago Advors primarily a smart station village but now it's an international hub 这个but 叫 对等的一件词 从此连接词 只能接词句 可有可无 可是有的话 比较讲得清楚 but 是 又有人翻成 等位的一件词 就是 对等连接词 就是前面的主句 后面的主句 前面的指句 后面的指句 前面是字或词 后面的字或词 前面接什么 后面接什么 而中属连接词 不管 不管前面什么 后面只能接指句 这学问 这学问比较大 20年前 所以你把时间附词 一般是摆在后面 可是你要强调那个时间 就摆前面 像Today Yesterday 一半摆后面 所以你要强调今天 昨天 上礼拜 下礼拜 你就摆前面 也可以 20年前 他强调20年前 如果他不强调20年前 就摆在最后面 这个是代名詞 他 怎么他 要看后面才知道 他是主要是 一个小渔村 就这个渔村 20年前 就这个地方 20年前 还有一个小渔村 就叫深圳 深圳当中的鸟不拉屎 武贵不扣爱 后来邓小平 开发为特区 才发展起来 20年前 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小渔村 但是现在 以前是一个国际港口 所以他后面 这个 所以他这叫双组句 前面的组句 动词是once 后面也是组句 组句不能整阅 后面的动词也是 yeah 20年前 It was primarily a small citizen village but now it's an international hub 这副词呢 主要修取动词 也可以修取使用词 跟其他的副词 所以这个很讨厌 有时候你以为他修取副词 因为大部分 可他不是 他修取使用词 就看他跟他什么词 什么词 连在一起 不管前面后面 所以这个副词修取 它是什么状况 Doctor said confirm that smoking is one of the primary causes of lung cancer 医生 Dotter 也可以是医生 也可以是博士 用在医生比较多 确认 动词是confirm have 是助动词 那就表示已经 所以完成式 have has 是完成式 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完成了 所以叫完成式 一个是已经 已经跟完成一样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持续一段时间 也不一定完成 就是一直在做某些事情 所以他一个就是说 就是完成了 已经了 另外就是他持续一段时间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医生证实 证实什么 这个THAT 就是重属指示 重属连接时候连接指示 就是说明 补充性说明 证实什么东西呢 就是 抽烟 造成肺癌 肺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 就是 why not 规定抽烟 妇女吸烟 还有很多其他的 也许在矿坑里面 女人 妇女 这个 烧饭 有 有那个烟 还有其他等等 Dotters have confirmed that smoking is one of the primary causes of lung cancer 所以不管你念的快或念的慢 但是段句 这停顿地方应该保持 三个人 三个人 在法院的法院 在法院的法院 二个人在法院的法院 在法院的法院 不清楚 然后念mine candidate candidate 就是候选人 念candidate candidate也可以 念candidate 可以 美国一般西伏 都念了2 叫中性母音 schwine 三个候选人 人 本来不是跑步吗 这不是跑步 人 原型动词 是 un 这字好多 好多意思 跑步 流鼻水 经营公司 流鼻涕 你还是死瓦 破掉抽丝 奶油融化了 好多意思 这边是竞选 在这个共和党 Republican是共和党 Primer是初选 Primer也可以是主要的 也可以是刚开始 这边是刚开始初选的意思 就是在出选 在共和党初选当中 有三个候选人在竞选 竞选什么的 破就是为了什么目的去竞选州党 然后两个人 是在民主党的初选 所以共和党初选 就现在要竞选州党 美国五十州 然后共和党退出 有三个候选人 到最后一个开始获选 民主党有两个开始获选 所以共和党民主党用 专有名字大选 Republican Democratic 所以你说有时候觉得奇怪 美国人什么人选共和党 什么人选民主党 穷人选民主党 有钱人选Republican 共和党比较多 因为财民主党认为 共和党比较照顾穷 富人有钱人 民主党比较照顾穷人 一般是这样子 三个选民主党 民主党的行李 第一个选民主党 三个选民主党 buses 也是有点搞得蛮复杂 这个Prime number就是主要的数字 这什么叫主要的数字啊 看不懂 叫植数 植数 植就是物质的质 质量的质 中国代表质量 我们讲质量 植数 什么叫植数啊 我们看他意思 这是一个整数 不是说全部的数字 而是整数 最后也可以全部的 也可以是整体的 植数呢 物质的值是一个整数 整个小数点 不是比一更伟大 而是比一更大 二三四五 比一更大 这又是节字句 重属连接词 也可以当 应该是代名词 代名词代记 Prime number 这个就是 这个植数 Tinnabi Divide Design Divide分开 但这边 又不是分开 是除 所以 像名词的话 动词除的话是 Divide 名词 Divide 乘法是 Multiplication 加法是 Addition 减法是 Subtraction 就是他没办法被除 然后被 被什么除 被任何的整数 但是除了他自己以外 跟一以外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八就不是嘛 八也可以被二除嘛 就是一 三 五 七 九 又不是九 可以被删除嘛 就是二以上 就 从三开始 三就只能被一根本身 这样除掉 之数 Apply number is a whole number greater than one they cannot be divided exactly by any whole number except itself and the number one 这 number跟one要分开 分开面 不是 number one 因为你们 number one 就是最大的 最前面的最大的 比较是数字 以外 number one 分开一下 television company charge more during prime time to put advertisement on television 所以这边 prime time 搞不清楚 就是电视公司啊 charge charge很多意思啊 充电 起诉 提出控告 负责 很多意思啊 或者 主导 主其事 很多意思 charge 这边是收费的意思 所以这个一次多余最麻烦 就是收更多的钱 所以more是付词 就是charge 就是 收更多的钱 那搞不清楚啊 during 是介细词 在prime time 你要收更多的钱 什么叫prime time 主要的时间 什么叫主要时间 搞不了 黄金时段 最主要时间 所以电视公司啊 要是靠广告费过活嘛 那广告费不是一样啊 冷门时段 热门时段 热门时段 就黄金时段 这个 他们算秒嘛 算秒啊 比如平常 冷门时段一秒啊 比如台币 五百块 一般的时段 一千块 黄金时段 可能要两三千 看情况 黄金时段 电视公司要收钱 收什么的广告费嘛 收得更多 to put advertising 自己的广告 在电视上 所以我这边就示范一下七百多个例子 如果你这些次序啊 不是说次序啊 就是分段地方 你分错 就是 不应该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该连在一起 不连在一起 那整个意思就是乱七八糟 He gave us a job as he felt that his family had a blind claim after his attention 这句子很简单 就长到会错语 他放弃了 他的工作 就辞职啊 不敢 就动词 成语 adverbial idiom 放弃他的工作 Ans Ans 很复杂的词啊 也可以当 也可以当 这个 一般当连接词 跟介习词 也比较多 可是也可以当副词 哦 还有好几个词 他好像五个词性 一般可以 而且他本身的意思很多 正当 正到什么时候 有点新的 就像什么什么一样 要看上下文 就是 他放弃工作 这边也可以说 也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呢 原因呢 因为呢 他感觉到 所以你看 他后面这个 这个death 就是重组连接词 后面有一个 动词 因为他感觉到他的家庭 有一个主要的一个 crime crime就是 crime是先前的 也可以当主要的 一个crime就是个诉求 就是诉求 所以他必须要做 他的家庭 很重要 不能为了家庭 不能因为工作 失去家庭 家庭摆前面 所以他辞职 这个意思 可能家里有什么状况 需要照顾 他辞职 忘记工作 因为他感觉到 他家庭有一个crime 就是一个诉求 就是诉求 就是会引起他注意 他必须要把更多的心力 放在家庭的诉求 中文只能这样讲 因为有时候 英文不好分 有时候很好分 就不好分 就是 有点考虑家庭的需要 he gave up his job as he felt that his family had a fragment of his attention 这些语言动词 fell 是主动词 然后habit 是仔细动词 吃药动词 Trivia hospitals can afford to pay much higher salaries than government hospitals Privia的形容词 可以当个人的 私人的 自己的 等等 也可以当隐秘的 当然他有一张名词 名词就是 美国大兵 就私人的医院 可以afford 就是 可以承担 承担更多 或者花费 承担 就是承担 更多的钱 或花更多的心力 不管时间 精力 都可以 可以负担 去付更高的薪水 有私人医院 可以付更高的薪水 等下 就跟谁比较 跟政府的医院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医院 政府办的 他也不能收费太高 不然会被骂 说你是政府 我们缴税的钱 办医院 你还收那么高 私人就没关系 私人就私人 不是公家 我就是收票比较高 可是谁去看呢 他可以请有名的医生 政府单位 政府的医院 比较不容易请到 大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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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很高 政府医院 就付不起 私人医院 可以 要多少都给 羊毛尺 在羊身上 我看病费就很高 因为我看病费就比较贵 我就比较先进 这边是多大的一个字母 对Refugee Suffrage Suffrage Privation They need food closing and shelter Refugee 就是 难民 所以前面打错了 不是对 就那些 结局本来是THAT的缩写 Dent 也不缩写 就是简称 本来是那个 后来也可以变成这个 这些那些 呼噜吸引呼噜 就全部用了 那些 还是翻译那些 那些难民们 Suffer 就受苦受难 Privation 这个字 稍微一点点难度 就是贫困 贫穷 就受贫穷之苦 因为难民 没钱 然后 Dash 比较长的 一痕叫Dash 比较短的 一痕 也是一痕 叫Hyphen Hyphen 是连接字跟字 或者字母跟字母 Dash 就是有点 文法上就有点像 重组连接词 连接词功能 后面 当然 就是有子区 像你一个 就是有动词 子区有动词 就是这些难民 他们需要食物 Clothing 就是衣服的通称 各种衣服 还有 shelter shelter 就是避难处 遮缝P的防御制灯用 像shelter 应该加S 因为他们需要不止一个 像Food 不可准名词 它不用加S clothing 也是 叫集合名词 也是不加S 有shelter 可以吧 所以这边加S 比较好 所以这些难民 就是受贫困 贫穷之苦 就很穷 很可怜 他们需要食物 需要衣服 遮封壁 一些遮封壁的地方 Refugee Suffering Pervasion They Need Food Crothing and Shutter 所以这个O 有时候很乱 像食物是Food 这个没有文字 而且不会发 可是像 脚呢 Foot 是念Foot 就完全不一样 你看 Food 跟Foot 就不一样 食物呢 Foot 念Boot 脚呢 Foot 念Foot 加二零 然后靴子呢 Boot 它也念Boot 不是 所以脚 不是念Foot 而是念Foot 靴子 Boot 不是念Foot 是念Boot 我另外約這兩個主力頻道 這兩個 大家參考一下 這集這樣對